你看這個臺階也不安全撤 還有這個櫃子 你看上面這些瓶瓶罐掉下來砸著 你怎麼辦再給你砸傻哦 還有這個這個腳 萬一你摔跤磕到頭怎麼辦 哦還有這個防涼 萬一再掉下來砸著你怎麼辦 不行啊都是撤 都這麼晚了安全措施的事 能不能明天再說 今天先幹你別了好不好 不行啊 為什麼 太醫說了你這身子才剛好 有些事情不能操作過些 萬一身體筋不住 管你太一太二的 你動下出來你幹嘛呀你 好熱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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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他們倆 還真的聯手把這浴室血糖辦起來吧 我小時候的男兒居然和女主在一起 這是什麼神仙劇情啊 不是這樣的 你才是真的女主 你才是真的女主 估計還醉著呢 就她那酒量還暢飲呢 估計兩杯就倒了吧 你有空再幫潔衣看一下身體 我爸她身體還有問題 還看啊 太醫不是才看過嗎 太醫是太醫 蘇姑娘可是神醫 那能一樣嗎 沒問題 等會兒忙完了 我再幫黃公子好好檢查一下 大哥 走 我帶你到處看看 好 你小心點 別摔著 好 走吧 你也帶我看看唄 沒問題 走 朕今日設宴 招待使團 大家不必拘束 隨意就好 吃錯 謝謝 蒙台王子 來我大印 還習慣嗎 大印勿華天堡 人節地靈 本王一直心向往 沒有什麼不習慣 朕敬各位 謝王皇上 皇上 關於義和 本王昨日已协商出了一個新的條件 我們不再要求割地 碎壁與和親 牛羊馬匹 我們也依然會獻給大印 只需大印大印 從即日起 第一天給我們北敵一厘米 第二天給我們北敵兩厘米 第三天給我們北敵四厘米 第四天給我們北敵八厘米 第五天給我們北敵十六厘米 以此類推 只要給足兩個月便可 我想 這樣的義和條件 皇上應該能接受了吧 沒想到 王臺王子是小學數學愛好者 這位就是榮妃娘娘吧 不知娘娘為何發笑啊 王臺王子連我也知道 看來情報工作做得不錯呀 只不過你自以為精妙的問題 其實就是等筆數裂的問題 幾千年後用來考小孩的 娘娘無須顧鎖幼而言他 只問 大印號稱天朝上國 敢不敢答應 既然是天朝上國 當然敢答應 皇上不知榮妃娘娘的話 做不做書 榮妃的話 就等同於朕的話 當然做書 你們這些人啊 根本就不懂本王這個條件的玄機 就算把全天下的米都拿過來 也滿足不了本王的邀請 這有什麼看不透的 我都說了 這就是個等筆數裂的問題 簡單的倍增公式 一開始看起來數字很小 但是不斷地倍增 就會變成一個極其龐大的數字 第三十天需要十億厘米 也就是三萬斤左右 第四十天 數字已經龐大到萬億厘米 也就是 三千萬斤左右 等到王子收的第六十天 數字已經龐大到五百斤 算了 確實 全天下的米拿來都滿足不了你的要求 這麼快就能發現其中的奧妙 容妃娘娘倒是有些不簡單呢 不過娘娘 剛才已經在皇上答應了下來 你們天朝上國 答應的事再想反悔 那臉面可就丟尽了 我們答應了的事自然不會後悔 只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們說了給多少米就給多少米 多一粒少一粒都不行 那就只能麻煩蒙牌王子留在我們答應 一粒一粒地數 數到第二個月的時候 我們連人帶米一起給你送回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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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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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妃娘娘說得對 一粒不多 一粒不少 蒙牌王子 你就留下來好好地數完 如果你能夠數完 我們也能給得起啊 啊 好 早就聽聞 大印的容妃娘娘才智過人 今日一件 果然厲害 本王這杯酒 就敬娘娘吧 這兒 怎麼 想謀反嗎 你說對了 就是謀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千鈺 你以為你策反了陽虎 就能穩操勝勸嗎 你聽見外面的喊殺聲 那是北敵的精兵 和忠於我的軍隊 他們 此刻已攻入了皇宮 就你這點兵力 孤場難鳴 照樣 要淪為我的階下囚 你真以為你瞞得了朕嗎 紫紋一事件以來朕就知道 你和北敵人勾結在一起 拿太后當槍 暗藏兵馬 計畫的倒是不錯 可你外面 和北敵人的人馬 恐怕已被朕消滅殆盡了 我不信 你是在虛張聲勢 信於不信 由不得你 報 啟稟皇上 北敵伏兵和丞相叛兵 都已引入城內 全部服中 報 啟稟皇上 丞相不已經拿下 所有黨羽一毛大劍 我不信 我不信 這些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丞相啊 丞相啊 丞相 本王低估了秦玉 也高估了你 如今看來 只能束手就擒了 給朕拿下 快快跑 救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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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啊